大家好,我是宾如 在特朗普众多的支持者中 有一群坚定的华裔支持者 从2016年再到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愈发的坚定不移 在德克萨斯州 华人支持特朗普的横幅 在多个城市上空飘扬 在休斯敦的高速公路旁 可以看到巨幅的华人支持特朗普的广告牌 还有浩浩荡荡支持特朗普的车队 上面插着挺特朗普的标语 还有美国的国旗 他们为什么会支持特朗普 今天在节目中 我们来对话一位特朗普的华裔支持者Daniel Daniel来美国已经12年了 而刚到美国的时候 他其实对这些政治话题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而当时他的一个印象是 民主党是支持低收入者 支持劳苦大众的一个政党 而共和党是一个支持有钱人的政党 所以大家都应该去支持民主党 2008年奥巴马第一次当选 Daniel心里想 大家都应该支持民主党 谁会支持共和党 结果当时他教授的太太是一位共和党人 就狠狠地教育了他一番 不过Daniel并没有放在心上 2012年奥巴马连任之后 Daniel发现 其实身边有不少的人都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奥巴马呢 在脸书上有一个主页叫做Walk Away 离开上面有超过48万的关注者 他们都是曾经的民主党人 后来转投为共和党 他们在脸书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I'm an independent I usually vote whichever way that I think is best but I will never vote for a democrat again because of the shit show that it's going on in our country I mean I'm one of the people who are just ready for the civil war to put these people out of their misery but that's not really going to happen I've stocked up on guns and ammunition and we have canned food I will also tell you that if my wife and I talk about politics we will get divorced because she believes in support some of the shit that I can't stand 而Daniel也是其中的议员 他说和四年前相比 他现在更加坚定地支持特朗普 当然满意 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实施 那么最大的 就是他在经济上的这个成就 在现在这个经济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这是首先第一个 我们有疫情 第二个 在过去的四年里面 he is always under attack 这个民主党啥正事不干 就知道又是通俄门 又是这个impeach 然后又是要扒他的这个税表 民主党在能干什么 如果现在共和党 有很多的候选人 比如说罗姆尼出来了 马克罗比奥这些人也出来了 那你还会支持特朗普吗 但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 他最大的一个争议点 也是他自己很难解释 或者是辩解的问题 就是在新冠疫情方面 你觉得他有责任吗 那首先再明确一点 就是说我们觉得 我们华人倾向于认为 这是美国总统 他是这个美国权力最大的人 他如果这个美国出了什么问题 一定是他的责任 但是我们首先再明确一点 这个美国总统并不像 其他国家的最高首领一样 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决定了 美国总统有很多事情 他是不能做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特朗普说 China virus他从2月一直说到现在 而且很明显是有大选的考量 你怎么看 至于他有什么考量我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 就好像我们过去有太多 比方说香港脚 日本什么那个 日本病毒 西班牙病毒 年龙核病毒 I don't think that's that's I mean 既然我们能够接受那些的这些说法 我觉得这China virus 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但是在美国有很多的华人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特别是在一个总统提出中国病毒之后 他难道不是在加剧 对于亚裔特别是对于华人的仇恨和排外吗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that at all 为什么呢 实际上我觉得这好像 这就是说 实际上这就是属于客观描述 以及你自己所强加给他的一种言外之意 你必须要把系统性歧视 或者是制度性歧视和个人歧视分开来 那就是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个人从来没有体验到过任何的这个从白人对我的歧视 当然我承认的确可能会有白人去歧视黑人 歧视华人的歧视 歧视整个亚裔 但是你不能说美国这个制度在系统上 在根子上的就是一个总统歧视的国家 你不能这么说 那从个人方面来讲 在美国的华人也确确实实是因为他的政策受到了限制 比如说移民政策 比如说现在的签证政策 还有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等等 你觉得他的这些对于华人切实受到的影响的这些政策 难道不应该是华人出来反对的吗 我理解川普发布的这些政策是美国第一 你假如说美国 他不管你原来是中国来的也好 非洲来的也好 欧洲来的也好 只要你是美国第一 所以说我的确理解 我认为我也有很多朋友 他们也在就是说在这个国内都是游场的 然后但是他们也同样支持川普 为什么呢 不过特朗普这个人确实是存在很大的争议 比如说我理解支持他的人就是很支持他 但是讨厌他的人也真的是很讨厌他 比如说你会觉得特朗普 其实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 他有什么自己的利益 他当了美总统四年 他的资产缩水了多少 而其他的那些总统 包括奥巴马 包括那些以前前任总统 他们上了台以后 他们从一个从小就变成了一个千万托风 一万托风 现在我们不好判断 但是至少特朗普推了下来以后 还有他的集团 还有他家族的声誉整体都在 所以说如果他继续当总统的话 那肯定还是有帮助的呀 这个就属于朱新了吧 我觉得 这个你也不知道 然后他的这个 他自己这个资产缩水 然后他放弃了 他的女儿放弃了他的品牌 放弃了他的很多品牌 然后收剪了他的这个生意 That's the fact 但是他拿到的是权利 应该比钱更值钱 这点就最搞笑 我觉得特朗普有什么权利 他的那个推特上的这个 他推特上的账号 说封就封了 他的言论说被封杀就封杀 他有什么权利 他整天在这个 这个这个 他被他从上任一时 就被民主党狂骂 那作为一个特朗普的支持者 平时你在跟中国家人朋友交流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能理解吗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这个是我的决定 那会不会经常和不能理解你的朋友起争执 会啊 但是我 但是实际上这个 这个不仅仅是我所面临的问题 不仅仅是华人面临的问题 所有美国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就好像那个walk away那个campaign里面提到的 这个 他们很多人都提到了 自从他们从民主党转化 转成这个共和党以后 they lost a lot of friends even families but they don't care 为什么 因为 again we know what we're doing we are fighting for the value 我们为了我们心中的理念而找 这个共 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大选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大选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大家真的是知道 这个 这次的大选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们绝对 这个是 可以说是一个 说的 极端一点的话 就 这个真的是生死存亡的 一个 一次大选 在采访Daniel之前 我有个民主党的朋友 知道了之后 很不理解说 你为什么要采访他 帮他做宣传 那在采访中 Daniel不断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 像他这样的共和党人 其实是愿意倾听民主党的声音 反倒是他认为民主党 不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 那在我看来 其实两边的声音 都应该被听到 观众自己再来做评判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是美国历史上 最分裂的一次选举 而这个分裂程度 可能会在选举之后 更加的严重 谢谢您收看 本期的宾如看美国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